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 雅娟说财税节目 每月第二个周五的晚上准时播出 我是主持人Jennifer 今天依旧邀请到了全美著名注册会计师 刘雅娟总裁Susan Liu 来和我们分享财税知识 欢迎刘总 谢谢Jennifer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是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Boffel商学院的董事 美国鸿信财税集团的创始人 美国注册会计师 且美龄证券资深高级理财顾问 同时刘总也是峰河卫视 天天话题和洛杉矶华人资讯网 HOW视频的特邀访谈嘉宾 欢迎刘总 谢谢Jennifer 谢谢刘总 那前段时间呢 加州的硅谷事件在华人群体间呢 讨论的是沸沸扬扬 甚至国内的小伙伴们呢 也都在热议这件事情 大家在声讨此次事件南方的同时呢 也在为已经逝去的女方打抱不平 为她感到愤怒以及不值 近期呢 随着风评逐渐的平息 我们又更多的时间反思一下 那么从临专业的角度出发 能否帮我们观众朋友们分析下这个事件呢 是的 这次公有事件呢 的确在五华人群体呢 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那事件中呢 南方的做法呢 的确是令人心寒 我们广大的女婿同胞们呢 在声讨南方的同时呢 也想想如果这样的事件啊 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那我们这应该怎样更好地 保护到自己的孩子 还有父母呢 事件的细节呢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今天呢就以专业的角度呢 来分析一些这里面 涉及到的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 着重呢 讲讲遗嘱和信托这两方面的知识 那这个硅谷事件呢 我们听说呢 南方在女方去世之前呢 请律师做了一个信托规划 把他们的财产呢 全部留给了南方 从法律角度上考量呢 这份信托呢 的确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信托 但是呢 我们仔细品味一下 想一下 这份信托是否 是一份比较完美的信托吗 恐怕那也不是的 是的刘总 那网友呢 也针对这个信托 产生了大量的讨论 请您来给大家具体分析一下 为什么这份信托是不完美的 它的不完美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呢 这份信托是否体现了 就是说女方的本意呢 我们也不知道 其实呢 信托里边也未体现出女方 比如说父母娘老和孩子的教育基金问题 然后再仔细的想一下呢 比如信托里边也没有明确表明 他对自己骨盔处置的这个预言 我们国人呢 都讲究骨盔完整北安哈 那结果呢 最后一房一半的骨盔 埋在了自家的院子 一半呢 由父母保管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不难发现 信托本身设置呢 是存在一些漏洞的 那Jennifer呢 再者呢 就是说中美文化的差异 也在这份信托中呢 体现出来了 按照美国人的认知呢 家庭呢 是由配偶子女组成的 那家庭财产呢 也是夫妻共同积累下来的 那理所当然呢 就是留给自己的配偶和孩子的权益呢 也就是比较多 留给父母呢 就会相对较少的 就是一些利益呢 分配给父母 至于我们国人的 就根深蒂固的这种家庭观念呢 是根本上的差别 还有呢 在这里 我也不得不重申一下 这个骨骨事件呢 给我们的启示 是我们 我们呢 就是说被动的去做规划哈 可能不会实现 我们保护父母和孩子的意愿 要主动的去做全面的信托规划 而且呢 不要托付给一个人 或者是相信每个人的口头许诺 而是运用法律手段 去保护自己的亲人 刘总平息的非常的准确 那么刘总 相信你也会有观感 我们亚洲人呢 比较忌讳谈论遗产规划等 大多数人的意识观念里呢 都没有形成这个概念 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呢 会去拒绝谈论遗产规划之类的设立 那正在这类的 没有做遗嘱或信托的朋友们 他们该怎么办呢 没错了 Janafer 那其实最近两年的疫情呢 突发事件呢 时有发生是吧 那我的客人呢 做信托的人还是蛮多的 我想呢 就说在座的听众朋友们 可能是还有一些朋友 没有遗嘱和信托哈 那你们知不知道 如果你们不幸去世 你的财产会由谁来继承呢 那我们就分两种情况吧 来展开讨论 首先呢 你看你自己所在的州 是共同财产州 还是非共同财产州 那看一下哈 以下这些州呢 就是共同财产州 也就是说 community property 那你看这样 路易斯安娜 Arizona California Taxas Washington Edderhall 还有Nevada New Mexico 和Wisconsin 这几个州呢 都是共同财产州 那我们华盛顿州 在其中 对吧 那就是在华盛顿州呢 像我们就说 华盛顿加州啊 这样的共同财产州呢 如果一方去世 你没有遗嘱 没有信托的情况下呢 共同财产 就是婚内财产 全部归你配偶所有 就是说妻子去世了 那就全归丈夫 丈夫去世了 全归妻子 那共同财产呢 就是婚后购置的财产 都有这配偶继承哈 那个人财产呢 就是婚前拥有的财产 按照比例呢 分配给活着的配偶 父母和子女 但如果您在 非共同财产中呢 进行财产分布程序呢 便有活着的配偶 子女和父母呢 按照比例进行分配 再者呢 我要提 让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整个过程呢 需要经过法庭 遗产 认证程序 就是perbate 没有遗产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过程呢 会比较漫长 你如果说没有遗嘱的话 根据遗产的复杂程度呢 6个月到24个月 不等话 有时候还会更长的时间 这个确实是一件非常 耗损经历的一件事 那大家要注意哈 就是说 有一些许多资产呢 即使你没有遗嘱 也不受 无遗嘱寄存法的影响 因为它本身呢 就受益人 这个呢 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资产 这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哈 比如说 你已经放到 生前信托的财产 那他呢 生前信托呢 他就有受益人了 比如说你的房产 在信托里边呢 建立信托的时候 你就已经 就决定这个房产给谁了 还有呢 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呢 可以有多个受益人 比如说 有的客户特别孝顺 就把父母 作为其中一个受益人 他的孩子呢 也是受益人 那有的朋友说 如果我们的父母 比我早总 那么这份 他这份给谁呢 这个问题呢 很好解决 因为呢 父母可以是主要受益人 那如果说主要受益人不在了呢 那你的孩子可以作为 contingent的受益人 就back up的受益人 你的孩子就会得到理赔额 而且呢 保险用不可撤销信托拥有呢 谁也不能更换受益人 所以这个是对于 对于父母和孩子的 一个保护 再者呢 像退休账户 像AERA呀 还有4-1K呀 还有其他一些退休账户 像Defined Benefit Plan 还有ICP SUP呀 就说这些呢 他都已经是建立账户的时候呢 就已经受益人了 所以即使你没有一股的情况下呢 你去世呢 这些都已经分配好了 那我们有位客户去年 就不幸的去世了 那他没有遗嘱 然后他的4-1K卖掉以后 都给他父母了 他就认他的父母作为受益人 所以没有任何争议 也没有通过这法庭认证 那上述这些 像Living Trust呀 还有不可撤销信托 还有这些金融产品 都有指定的受益人 就是无论你是否有遗嘱 都会给指定的受益人 这样呢也是 这个是比较好的 大家就是清楚一下 刘总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讨论遗嘱信托等 你能具体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什么是遗嘱什么是信托吗 还有这个遗嘱信托又是怎么定义的呢 好的没问题了 Jennifer 那上面我们谈的呢 就是在没有遗嘱和信托的情况下 你的遗产是如何分配 那下面呢我就讲一下遗嘱和信托的定义 遗嘱呢就是指 你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 就是这个遗嘱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呢 就是说经过这个法庭认证 指定继承人对自己的个人财产 进行处置和分配 另外呢遗嘱还可以指定监护人的形式 安排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后事 遗嘱只是在遗嘱人死亡时 才会产生法律效率 就是你立个遗嘱你在去世的时候 他才去世以后才有这个法律效率 那信托呢 信托呢就是指委托人 基于多受托人的信任呢 讲起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并用受托人呢按委托人的意愿 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 进行资产的管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呢 信托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 也就是您作为委托人 找一个您信任的人或者是机构 按照您的意愿去管理和分配 您的财产 为您的受益人服务 受益人呢一般是孩子啊 配偶啊父母啊 那有的是就是你的厕制啊 你的学校啊这些都可以的 那反观这次硅谷事件哈 信托里面呢没有讲身后扣制呢 做到位 然后受益人的指定方面呢 也存在一些漏洞 比如说女方没有留给自己的父母任何财产 这个就是有些不可思议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也不太清楚 所以呢这份信托呢 就是属于一份有缺陷的规划 从此呢就是说 耶尔呢也是到后期呢 产生了不亦 就是不尽人意的一个结果吧 在信托里边就说 你的财产想给谁都可以 比如说你可以给你的孩子 或者是给你的父母 而且呢也不需要经过法庭认证 那我们先来具体讲一下 共同财产周下 夫妻财产分类的情形 首先呢就是说你继承的财产呢 父母增育的财产 你的婚前财产 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呢 都是为个人财产 那财产就是说分不清的 那就是为共同财产 这个就是个人财产 是吧 就是说父母增育的财产 你的婚前财产 或者是父母信托的收益 这个都是个人财产 那婚后呢 债务呢只能涉及到共同财产 不会涉及到婚前的这个财产 那从一场规划角度来考虑 每个人呢可以做到 全部的个人财产 和其中一半的共同财产 可以指定收益人 配偶的个人财产和另外一半呢 拥有共同财产 就是无权指定 硅谷事件里呢 女方独生女 坊上的传闻呢 就提及到父母没有在信托里 如今呢 女儿不在了 就是除了感情上的悲伤 也不知道以后的二老养老问题如何解决 真是就是很痛心的 这件事情的发展成这样子 就是女儿已经走了 你再做什么也晚了 有时呢我给客户建议 应该做一个信托规划 有的人就说哎呦太忙了 以后再说吧 其实一托呢就不知道托到了多少年 还有客户以为建立信托 那是比尔盖茨啊 Jeff Beissel这些超级富豪的事情 其实一般的信托律师费用呢 也就几千美金 复杂的呢 也是上万美金 就是说想想花几千美金 来后保护你的财产 保护你的父母孩子 那你觉得是不是很值得呢 另外呢 不得不谈到一个现象 就是呢 我们中国人呢 喜欢购置房产 常常看到一些父母啊 就是以孩子的名义买房子 那未来有一天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时间哈 很可能以这栋房子 会被孩子的配偶分取 配偶可以继承三分之一 甚至一半的房产 建议大家哈 给孩子 以孩子的名买房子呢 就是要规划好 看看就是说 你要给孩子买房子 是以谁的名义买 是以信托的名义买呀 还是以其他的方式买 最好做一个规划 然后再进行购买 谢谢刘总 这么详细的 情细的这个举例说明啊 那么刘总 您能给大家具体的讲讲 信托和遗嘱的功能 主要有哪些呢 就是说这遗嘱和信托呢 都可以指定受益人 但是呢遗嘱是需要法庭认证和继承 那信托呢就则不需要 所以呢信托呢 一个就是说你看 在信托里边呢 你你指定继承人完了以后呢 就不会去法庭再经过法庭认证 因为法庭认证呢 你要雇律师啊 做雇会递师啊 就这个程序还是复杂的 而且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那信托的好处呢 就信托可以根据信托章程呢 而且对你的未成年的小孩呢 进行监护 比如说有的信托呢 就是设立好孩子上大学 费用每年可以取多少钱 有的客人呢 有几个孩子啊 如果那个孩子上名校 我就奖励十万美金 如果呢不学习不学无数 那每年的收费费用呢 我就减少 那如果孩子创业呢 我就给一笔钱 就支持孩子创业 再还有呢 我们有的客人呢 也留给父母 那个抚养分 然后孝睡老人 就不会像我们这硅谷实践这样 就是老人养老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还有呢 最近我们被客户做的特殊照顾请托呢 那他的小孩子呢 不能够自理 现在太太在家里边照顾孩子 但是他们担心呢 如果他们不在了 那谁来照顾孩子呢 那我们就和异常规划律师呢 就建了一个特殊的寻托 那选择了他信任的亲戚 作为寻托人 而且父亲呢 他做了一个五百万的人寿保险 这样他们去世呢 以后呢 这个五百万立刻就进到这寻托里边 然后每年呢 孩子按计划 花这五百万呢 然后这个照顾他的人呢 也都是按照这信托章程照顾孩子 比如说他说 我要维持孩子的这个生活方式 比如说不一定 夏天要去带孩子去哪里旅游 冬天去哪里旅游 所以就是说 即使他们夫妇不在了 他的孩子还是会很好的照顾 那还有呢 刚才我说了 信托呢 他不去法庭认证 他就可以保护隐私 那比如说 就说举个例子吧 像华人的一万富翁 叫Tony Sun 他是杂宝 就是那个鞋网 网上购鞋的 那个website的老板 他做的是很好 他留下了 据说是十亿美金的财产 他在一场就是说 他的房子就是着火了 然后呢 他就不幸的受伤去世了 那现在他已经去世两年多了 那他这个 因为他没有留遗嘱嘛 所以他这官司还在打呢 还在法庭上呢 就是说现在有13个人 claim他的财产 然后他助手呢 也要一大笔 就说生前我们 他已经答应给我了 给我多少多少财产 所以这个关系在不停的打 如果他要是有信托 有在信托里边 说的清清楚楚呢 那也就给家人呢 省了很多麻烦 而且他的好多隐私呢 也不会被披露 嗯 是的 那么刘总 您刚刚谈论了信托和遗嘱的功能 在遗产规划中的信托种类又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特别好哈 因为信托呢 他也是有好多种类的 比如说最大呢 就两类 一个是生前信托 一个是不可撤销信托 那生前信托呢 其实呢 就是起到一个遗嘱的作用 但是他不经过法庭的认证 能保护你的隐私 也没有什么官司 然后不可撤销信托呢 种类就特别多 比如说你如果说 让你的财产 世世代代传下去 那就叫Dynasty Trust 他就是说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 那还有呢 最常用的呢 就我们客人现在 最常用的信托是 人寿保险信托 人寿保险信托呢 就是你做一个保险的 一个规划 然后呢 用不可撤销信托 持有你的人寿保险 这样呢 在里边呢 就是人寿保险的赔偿额呢 就不用交遗产税 这些钱都能传给你的孩子 因为像华盛顿中呢 每个人的终生 遗产免税额 只有200万多一点 那你的财产 如果说200万以上的话 华州是20%的遗产税 同时呢 那还有联邦的遗产税 联邦的遗产税是40% 那这样的话 你的一半如果不做这个 人寿保险信托的话 你的人寿保险的赔偿额呢 你的孩子不是百分之百的继承 就说你的孩子 还有国税级 是继承人 国税级要拿走一部分 所以呢 就是我们客人做人寿保险信托的 是特别多的 还有呢 外国人呢 可以做一个 Grand Tower Trust 他这个呢 也有那个省税和 基产保险的一个作用 还有呢 就是做慈善信托和基金会 这个我以前呢 在讲座里边也讲过 现在慈善信托和基金会呢 有的客人也在做 因为他有一些慈善心啊 想回馈于社会 同时呢 就是在省税方面呢 也是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嗯 那这次硅谷事件中的主人公 他们使用的信托是哪种形式的呢 我们结合这次硅谷事件来分析哈 主人公的信托呢 应该是一份生前信托 生前信托呢 在美国的占的比率大约是90%以上 就是南方在生命中提到自己设置的 Family Trust 就是Living 应该是Living Trust 也就是说可撤销信托 共同生前信托的委托人 一般是夫妻双方 并共同来承担这个受托人 这个Family Trust 就是比较灵活 然后可以更改受益人 对 这个Living Trust 就生前信托呢 我建议每个家庭都应该建立一个Living Trust 把你的受益人呢 都规定好 因为Living Trust呢 就是说你夫妻还是受托人 这样的话 也可以管理你的财产 你的财产呢 你还是拥有人 但是呢 就是把受益人呢 明确清楚 没错刘总 这的确是一件 就是需要经过生私熟虑 才能做出决定的事情 那相信刘总 这么多的阐述呢 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已经对信托和遗嘱呢 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那么在设立信托的过程中 要有哪些事项 值得我们注意的呢 信托里面呢 覆盖的细节呢 特别多 很多地方呢 真的值得每一个人呢 就是深思熟虑 和来回的这些敲定哈 有几点注意事项呢 我给大家叙述一下 第一呢 受益人的界定 如果有孩子呢 那你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说 是否有再婚的情况 或者是否有婚外的孩子 就孩子的配偶及父母 也需要考虑其中 那受益人的特殊照顾 就是说受益人 有没有领取政府福利啊 或者受益人 是否需要特别的照顾 像我们给客人建立的特殊行托 然后信托管理人呢 就是说信托管理人 选择一定要慎重 就如果是选择孩子呢 如果给到孩子 又能够加以合理的控制 还有呢 先后去世 就是说夫妻先后去世 你可以建立一个 trust A和trust B 比如说 去世的这个硅谷 妻子 如果有trust B的话 他的一半资产 你就自动的进入 这个信托了 谁也更改不了的 所以这个信托 你建立的时候 就是你要考虑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防范什么 信托很复杂 我听说有的人说 在网上就download了一下 那我信托 其实呢 我真的是不建议的 你要找有经验的 专业的律师 来进行 给你 根据你的意愿 来进行起草 幅画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日后的麻烦 还有呢 文化差异 要注意就是说 语言文化沟通 因为都是legal term 就是最好能够找一个律师 你能跟他 进行直接的沟通 那总之呢 这次的硅谷时间 给我们的启示 即使是 再简单的家庭 也要考虑周全 确保就是说 建立一个 完整的一个信托 谢谢刘总 那这七点注意事项 的确听起来都非常的重要 每一条决策呢 都马虎不得 那刘总 遗产规划中的配套文件 或者法律形式的补充 都有哪些呢 那我 首先呢 我再次强调一下 与孩子联名 或完全由孩子名义 购置房产呢 是有一些弊端的 比如说在美国 以孩子的名义 买房子 或者是联名 孩子呢 就会相应 有相应比例的权利 那么孩子呢 在18岁以后呢 便可以完全自己 处置这个房产 不需要争得 其他人的同意 所以你的孩子 还 就是说 不是特别成熟的时候 如果说 你给他一个房产的 所有权 你看是不是很安全呢 这个 就是小孩子 以前我在 节目里边 也讲过 可能孩子 会花掉 败掉 告掉 离掉 对吧 所以这个父母 还是小心一点 另外呢 遗产转移税 是否要加孩子名字 或者是建立信托呢 就是通常也 也叫就是 增与税 或者是遗产税 我也经常 就是我的朋友说 我那天碰我的邻居了 我那天说 我把我的名字 加到 把孩子的名字 加到我的房产上了 其实 不是要说的那么简单 这个都有 这个增与税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资产转移的时候 你要跟专业人士 跟你的律师 跟你的会计师 要说一下这个情况 然后经得 这个专业人士的这个建议 然后你再做这件事 还有呢 就是说 信托设立人和受益人 其实呢 都可以是在国外的 不一定都是在美国之内 设立人和受益人呢 都可以在国外 这的确是一个 很好的消息 刘总 灵旧遗产规划相关议题 还有哪些补充 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吗 好的 像呢 我之前呢 我建议的 就是说 通常建议大家呢 利用美国的人数保险 最大化的呢 使用这个杠杆 进行遗产传承 同时呢 以孩子名义 买呢 不受配偶 继承权的影响 起到一个保护的功能 那人数保险讯托呢 又可以完全避免 这个遗产税 而且呢 不能更改 这继承人 所以这几个特色呢 建议大家 就是说 传承的时候 想到利用美国人数保险 这个工具 还有呢 利用慈善捐赠省税 在前提期呢 我也给大家 讲过 大家回去看一下 慈善捐赠 为什么美国富人 都喜欢建立 这个家族基金呢 建立慈善基金 那为什么 这个背后 有什么原因呢 一个是 他们确实是 喜欢回馈社会 为社会做贡献 另一个方面呢 也是在税上 也是节省好多税 所以这个呢 大家回去看看 和我以前讲的慈善捐赠 这个话题 再一个呢 形势在不停的变化 比如说战争啊 现在这个俄格和Ukraine的 这个战争啊 对于世界的经济形势啊 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然后呢 就是说大家要 尽量的找一些 规划自己的资产 对其呢 进行保护 而且就是最近的 这美国通货膨胀啊 然后这个利率上调啊 股市 这个股灾啊 天天这个 股市很大的波动啊 你的资产都受了 很大的影响 就是说你要跟你的 专业 就比如说 快递师啊 Financial advisor啊 还有理想规划律师 来谈谈 你怎么能够 让这些专业人士 帮助你 保护你的财产 是的刘总 那近期的战争呢 通胀和股市等因素呢 都导致今年一时呢 就动荡不安 您刚刚也 也是提及了这个 将人寿保险和 不可撤销信托 结合起来使用 能够最大化的对资产 起到保护的作用 您能具体讲讲 这两者是怎么结合 结合之后的功能 或者优势 又有哪些吗 好的 就是刚才呢 我们提到了 人寿保险最大化的 进行遗产 机潮 这里边呢 我想多的 普及一下 这方面的知识 就是说 我们从定义上 理解什么叫 不可撤销信托 就是E-Revote Life Insurance Trust 就是不可撤销 人寿保险 那就是意思是说呢 一份或者多份 人寿保险 和一个不可撤销 信托结合 那它是 由人寿保险保单 作为信托财产 有委托人 就是一般是投报人 批经律师起草 和密定人寿保险信托 那这个 因为呢 我有几个客户 就到我Office 进行咨询 他们说 我的人寿保险 是不是免税的 问我 我的人寿保险 是不是免税的 那我把它保单呢 我坚定了一下 我说你的人寿保险 是不免遗产税的 如果说你人走了 你的人寿保险的理赔额 不能多给你的孩子 一部分要交遗产税 给税务局 然后另一部分 才能给你的孩子 就说 所以就说 人寿保险本身呢 它并不是完全免税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 因为有些经纪人呢 就是不是特别懂这个税法 尤其是 遗产税的税法 是很复杂的 所以你有一个 大额的人寿保险 一定要用不可撤销信托 来拥有 这样你才能够避免遗产税 那就说 这个信托和人寿保险 它结合在一起 它就有保险和信托的双重功能 第一呢 避免遗产税 如果自己拥有这个保单的话 它是不必遗产税的 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这件事 同时呢 避免资本利得税 可以将资产转移到不可撤销信托里 这样就不会产生资本利得税 第三呢 资产保险 这信托里边的财产和个人财产 是分离开来的 万一出现纠纷呢 就不可撤销信托里的财产 是受到保护的 那我们今天呢 真的是收获满满 刘总呢 从一场规划和信托设施的角度呢 深度分析了此次硅谷事件 从定义上呢 对遗嘱和信托进行了说明 详细的阐述遗嘱和信托存在的意义和优势 也最大化的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认识到设立遗产规划 合理规避风险 及做好资产管理的重要性 非常感谢刘总今天的到访 也谢谢刘总的时间 谢谢Jennifer 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